那么有关今天的宣判结果 马上来连线现场的记者周瑜 你好周瑜 你好王静元 那之前法庭的一个焦点就在于 这个林森浩到底是不是故意杀人 那么林森浩的这个回答呢 一直说他只是在愚人节开了这样一个玩笑 那么现在法院对于是否故意杀人的这个事实是如何认定的呢 今天上午的宣判当中 法院认定林森浩是为了泄愤采用了投毒的方式 最终造成了黄阳死亡 所以故意杀人罪名成立 那么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决 我总结了一下基于三点 第一呢林森浩本身他就是一个医学的学生 所以对这个药品的毒性他应该是非常的清楚了解的 那么第二呢 曾经林森浩还就这个药品做过相关的研究 甚至是写过论文 而当他投毒的时候 他投的剂量非常的大 至少有30毫升 而这个剂量相当于是治人死地的剂量的10倍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在事情发生了之后 林森浩一直有故意隐瞒的情节所在 这一点我可以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 比如说4月1号 黄阳中毒之后 4月2号的时候 是林森浩帮他做过一次避超检查 但是检查结束之后 林森浩说了一句说 黄阳的肝脏没有问题 但事实上这个二甲基亚硝胺 可以对人的肝和肾 做出一个损害 非常大的损害性的伤害 后来呢 4月6号的时候 当大家聊起这件事情的时候 甚至林森浩还表示过说 猜测黄阳可能是重金属中毒 而在4月11号的时候 公安方面有两次对林森浩进行的询问 林森浩都没有承认他投毒的事实 甚至是在这个期间 黄阳的父母来了之后 他曾经两度碰到他的父母 林森浩都没有提起相关的事实 所以在这样的一系列的事实认定之下 法院认为他是有隐瞒的情节 最终认定他的故意杀人罪名成立 不采信他和他的辩护方 说这个是4月1号愚人节玩笑的这种辩解 认定他的故意杀人成立之后 而且是后果非常的严重 社会的影响非常的恶劣 黄阳 那今天这个判决结果出来之后 双方的家长他们有些什么样的反应呢 你说到这个问题 其实我心里特别的难受 因为一早上来了 我进了法庭之后 黄阳的妈妈就坐在我的前面 自从宣判书开始念的时候 黄妈妈的眼泪就一直没有停过 从后方就可以看到他眼泪里面的泪水 一直顺着脸颊流下来 旁边一直有人要安慰他 他的耳朵也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交流的时候都要靠得特别特别的近 当听到宣判结果的时候 当时我们大家都是站立着的 黄妈妈一下子就瘫软下去了 只要旁边的人拉住他 他才能撑得住 而黄阳的父亲刚才在庞托大雨里面 我们遇见了他 他告诉我对于这样的结果 他们可以接受 而且他要赶紧把这个判决书 带回四川的老家 把这个判决书放在儿子的遗像面前 希望能够告慰儿子 让他儿子走好 那么另外呢 也是刚才当着我们的面 老人家一边在雨里擦着泪 一边给家里 也就是儿子的小姨 打了一个电话 家里人说 马上现在就要去黄阳的坟上 告诉黄阳这个消息 希望他能够走好 而林家呢 刚才在听到的这个宣判结果的时候 当庭 林傅就一下子站了起来 喊出了声 被法警拉出了法庭 后来我们碰见他 林傅说 为了儿子 一定会在十日之内 向上海高院进行起诉 其实说到这个问题 我觉得 在采访之前 我一直试图归纳这个案件 比如说我把它归纳成 是4月1号愚人节发生的悲剧 或者是大学校园里面发生的悲剧 但是自从在庭上 看到林森浩出庭 还有双方的家长都来了之后 他们真实的站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才发现事情根本就不像 我们旁人能够用简单的新闻跟踪 能够梳理的清楚 能够理解明白的 我们现在可能要思考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 林森浩这样一名大学生 他的心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的心路历程 或者我们对于大学教育 对于现在孩子的教育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问题 这都需要我们去深刻的反思 但是在这一刻 我特别想说的是 如果这个事情 现在已经能画上一个暂时的据点了 最最希望的是两个家庭 能够慢慢的平静下去 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生活 给他们少一点打扰 王洁元 好的 谢谢周宇